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发的频道 我又用发盆来堆有机肥了 今天是第20天 现在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咦 惊喜的发现只20天时间就已经变肺为宝了 当初的那些厨余垃圾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的 已经变了模样了 只看见还有一些蛋壳在里面没有发 非常舒适的有机肥 这可是种发种菜的好材料 你看我在夏天堆的肥一点都不起虫子 也不会有苍蝇的 根本没有一点臭味 而且还有一股香味 说实话 我真的很喜欢闻这一股香味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夏季如何堆出高质量的有机肥 不生虫子 没有臭味 气味芳香 而且还富含蛋脸甲 钙等植物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首先准备好发盆 无论大小都可以 再沿着的夏季 连可因小的发盆 一两天堆一次 再个我们平时就把厨余垃圾收集起来 要想夏季堆回没有臭味 不生虫子 最重要的一点是 用那堆肥的垃圾一定不能够用足够的带油的食物 以及一些肉类等等 第二步是如何堆的问题 先在发盆的底部放一层泥土 然后再放上一层厨余垃圾 垃圾里面必须要有香蕉皮 因为它是最好的有机加肥 还必须要有蛋壳 蛋壳是很好的零钙肥 其他的就是各种水果皮 以及各种青菜 还有咖啡渣等等 都是很好的蛋肥 还有猫砂也是堆肥的上好材料 这样放一点猫砂堆出来的有机肥更加疏松 然后用铲子充分的搅拌一下 可能会有些朋友比较关心 这些堆回材料的比例问题 就我个人的堆回经验来看 其实也不需要按什么比例来堆 随意就好 如果要想堆出来的有机肥方向的话 这里必须要放长皮 我底面是放很多长皮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堆出来的有机肥方向铺鼻的原因 明不妨也试一试 还有我想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堆肥的心得 因为在夏天除雨垃圾不好储床 如果要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又占地方 我建议大家最好是一天或者两天 用一个小发盆把它堆一次堆积起来 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发盆 封几次堆 把发盆堆满也行 就是有一点厨余垃圾就堆一点鲜 然后再有了再往上面堆 这样就解决了厨余垃圾的存放问题 我一口气堆好了三盆 然后放在一个凉不着雨水的湿外 现在已经是第十天了 我们来看看第十天的堆肥情况怎么样 您看只十天时间就变化这么快啊 原先的那些厨余垃圾已经看不到圆形了 绝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有机核实的泥土了 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分解 又过了十天 第二十天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很神奇很快速啊 在二十天就已经差不多完全腐熟了 变成了黑黑的泥土了 其实在夏天堆肥更简单快速 这样堆出来的有机肥不生虫植 没有臭味 您也赶紧试试吧 然后将堆制好的有机肥直接撒在植物的根部 或者直接将植物种植在这个发盆里面 用这样的有机肥种植出来的瓜口蔬菜更清甜 发而更艳丽 好了有关在夏天如何堆制有机肥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如果您还要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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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